先前香港跨栏好手吕立瑶 她在脸书揭露 说自己曾经遭到了前教练性侵 她说会选择把这件事情公开讲出来 就是希望可以唤起大众对于儿童性侵犯的关注 鼓励受害者大家都勇敢见出来 好 如今这位前香港小姐冠军麦明师 她昨天也丢下震撼蛋 透露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性侵犯 而且还不止一次 透过自己挺身而出 就希望让更多人免于受害 现在接连有两位殖民女性站出来 因此外界高度重视 详细状况如何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朱祁瑜 好 是 主播各位观众 港姐出身外形甜美亮丽 身材较好的香港艺人麦明师 突然在脸书发表了一篇长文 述说自己曾经在少女的时期遭到性侵 而且不止一次 麦明师说当时自己只有17 18岁 参加一个中国大陆的交流团 其中一人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 做了让她很不舒服的事情 而因为事件发生在大陆 香港法庭是没有司法管辖权的 所以她也没有办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而现年25岁的麦明师是2015年香港小姐的冠军 在澳洲出身 香港长大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法律系是一个高材生 而目前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旗下的签约艺人 而最近开始从美国关注性犯罪的议题之后 如今香港也纷纷有女性站出来 述说自己的亲身经历 而麦明师勇敢的po玩行动 也得到粉丝们的支持打气 以上现场最新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